大家好 8月22号我们翘首期盼的 共产党宣言中一本出版发行 100周年的纪念邮票 终于顺利的发行了 邮票的主图再现了 陈旺道先生孜孜不倦的翻译宣言的场景 邮票主图的左下角 分别有一红和一蓝 两本共产党宣言的早期中一本 陈旺道先生呢 从1915年起赴日本留学 先后在东阳大学 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学习交流 获得了中央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 在1920年的时候呢 因陈族秀的邀请返回了中国 成为共产党宣言的首位全本中议者 当时呢是由于戴继桃先生 他从日本呢 带回了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打算将这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呢 译成中文 但由于这个翻译的难度比较高 还有呢 翻译的人呢 必须有一定的语言功底 和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 然后戴继桃先生感觉自己难以胜任 然后经由邵立子先生的介绍呢 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了陈旺道先生 1920年的2月 陈旺道先生呢 带着切尔他回到了自己的义乌老家 风水唐村 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 足不出户的忙于翻译共产党宣言中一本 那么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呢 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 也在不同的场合 分别讲过这个故事 就是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陈旺道先生的母亲 怕他一直忙于翻译忘了吃饭呢 就裹了一些粽子给他送进去 然后还关照 不要忘记蘸一点白糖吃 我们作为南方人都知道 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呢 都有一个蘸糖吃的一个习惯 过了一会儿呢 陈旺道的母亲还是放心不下 在门口关切的问儿子 是否还要添一些红糖呢 陈旺道先生说够了够了够甜了 等到陈旺道的母亲进屋收拾碗筷的时候 看见陈旺道先生嘴唇周围乌黑一片 大吃一惊 然后再看那个放红糖的碟子 纹丝没动 边上呢还有一方宴台 顿时明白了一切 原来陈旺道先生太过专心 把墨汁当成了红糖来战 看到母亲在笑 陈旺道先生还有一些张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后来才恍然大悟笑了起来 这个呢就是我们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起过的一个小故事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陈先生历经千辛万苦 把宣言综艺本溢出来以后呢 之后还几经周折 终于在陈族秀 李汉俊等人的支持下 和共产国际代表 维京斯基的资助下 几经磨砺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呢 终于在1920年8月出版 共计印刑一千册 封面印着红底的马克思半身坐像 我们可以在我们邮票的左下角可以看到 并且我们邮票的大板的右上角 也有这两本中义本的图案 因为第一本出版比较仓促呢 红色的这个首译本呢 它还有一个错误 就是共产党宣言呢 它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 到了第二次印刷 这个蓝色的综艺本出来以后呢 这个错误才被修正了 而我们邮票上呢 经过设计者精心的排版 正好把这个错误的地方呢 给巧妙的掩盖了 之后陈旺道先生还协助陈独秀编 新青年 1920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 亮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20年的12月中旬 陈独秀离户赴月 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刑前呢 他把新青年编辑重任 就交给了陈旺道先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着手筹备召开中共的一大工作 陈旺道先生还参与了筹备的工作 但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呢 是陈旺道先生和陈独秀之间呢 产生了一些矛盾 之后呢 二臣就风道扬镳 不愿意再一起共事了 关于这件事呢 在2014年叶永烈先生曾经撰写过一篇文章 详细的说清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952年的11月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陈旺道 为复旦大学校长 他也就成为了1949年以后的 复旦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1977年10月29日 陈旺道先生在上海病逝 这个是陈旺道先生 位于上海国福路51号的旧居 每年来参观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那么关于这套邮票的原地呢 首先肯定是一个义乌 风水唐村 今天呢就属于义乌的叫城西街道 它就是一个翻译的原地 然后呢 还有在上海 它有它的出版地 也是这套邮票的原地 好了 今天关于宣言邮票的介绍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